好,有請主委 主委好 我想請問一下主委 我們憲法17條規定 人民有選舉罷免創之復決之權 罷免的部分 到目前為止不知道有沒有成功過 請問主委 罷免的部分 有沒有真正成功過 很少啦 我的印象只有兩個案例 請問一下主委 你認為為什麼會這麼低的原因是什麼 這麼低的原因 罷免不成的這麼低的原因 因為我想 罷免案會參加的 百分比一項不高 這個局勢皆然 那個門檻 沒有辦法通過 我想是他沒有辦法 成功的最主要的原因 門檻沒辦法通過 想請問一下主委 2014年有一個戈籃委計畫 您知道啦 了解 戈籃機會當時有提了 對整個七個委員提出來 請問主委您記得嗎 當時的提案第一階段的連署 有多少人成功 多少人 有七位嘛 我們剛剛講有七位 我大體上知道哪些人 哪幾位您可不可以說一下 我想應該在台北市有 蔡正元嘛 蔡正元 新北市有 林洪池 林洪池 還有吳 吳玉森 吳玉森 然後 我記得有一位是 台中蔡檢隆 台中的蔡檢隆 對 這四位還有其他的成功的嗎 其他的 我的印象點好像沒有 好 七位裡面總共提案 只有四位 達到了 連署 這個提案 提案成功的部分 他的比例是57.14 所以 所以 部長你認為 這個提議 提議的部分 需不應該再調降 提議的部分 我覺得是可以調降 現在現行是2%嗎 我看很多委員提議是1% 您的看法呢 提議的部分 我覺得簡單一點 可能沒有什麼 更大的影響 這賦予人民有更大的那個 要不然讓罷免權 有更有機會來實現 好 所以這個主委是支持 再來連署的部分 四個通過的 剛剛通過第一階段的部分 那最後有幾位 通過這個連署 成功的 審核通過的 好像只有1位吧 只有猜證有那個案子 只有猜證有那個案子嗎 應該是 所以四位只有一位 四位只有一位 如果等同最早的七位裡面的話 等於只有大概 14% 不到15%的機率 能夠 到達連署 那 所以這樣的比例也是相當的低 那主委認為呢 需不需要 現在連署比例是6%嗎 需不需要 13%嗎 需不需要下降 我覺得可以下降 但是 哪一個 什麼樣的程度 是 合適的 那就 尊重大家的一個決定 有10%啦 有6% 有5%的啦 這個 這個關於這個 主委 這個尊重大家的討論 不過主委認為是要下降 我認為可以下降 我也覺得說應該整體上應該要下降 讓人民有更多的 不應該是前面的 透過提議跟連署就已經 封殺了人民的一個權限 當然 那再來進入到當然最 關鍵性的這個投票的部分 後來 後來 蔡正元這個案子 有沒有通過 主委 後來有沒有通過 他的後來 投票率是多少 您記得嗎 24點多吧 對 24點多 我想這其實已經算是 主委你認為這個 投票率高不高 我覺得是蠻正常的一個 在罷免案裡面蠻正常的一個 投票率 應該算是還不錯的 就能夠得到20幾的投票率 我想請問一下 主委 您知道 這6年來我們有19次的 立委的補選 請問你投票率大概一般都是多少 30 40這樣 30 40 所以說以罷免20幾的話 應該算是還OK 因為我們投票 你是選舉的 你積極主動去投票支持 還會拉票 候選積極努力去拉票 政黨的支持 也抽到才達到30 40的補選的這樣機率 因為他單一一次嘛 對 那罷免的部分的話 得到24我認為已經不低了 表示人民的意向已經蠻清楚的 所以 那個主委您的看法呢 這個部分 應該怎麼做會比較好 讓整個罷免的部分 比較好機率成功 我看到很多委員是只要 多數啦 只要他的支持的 比反對的多的話 就通過 我看很多委員的提案 您的看法呢 我覺得有兩個點 可能也要請各位委員去考慮一下 一個點就是說 現行的那個雙二一 其中第一個二一就是 就是這個投票也沒有效 那沒有超過一半的話就沒有效 那這個是比較難難達到的 因為大家要很清楚 在這種非大規模的選舉裡面 他的投票率 難度很高啦 要超過50% 你要動員這麼多人 支援為了你這一次的選舉出來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覺得是適當的調降 我覺得是合理的啦 那什麼樣的標準 我覺得可以有其他的 各種不同的看法 那我覺得就是說 完全沒有限制 我想也是不合理的啦 我想完全沒有限制 不合理說 輕視到這個 因為第二個二一是說 要有效票的那個一半嘛 那這個精神上當然是可以 我是可以支持的 但是因為像我們 一般的那個民主的運作的 這個基本的原則之一 就尊重多數 就是說這個東西是要 相當的人表達意見才可以的啦 所以我們開會的時候 一定要開會某種體驗 所以主委您的看法是 您支持就是 其實是可以適度的調降 那個整個 佔那個選區的整個人數的部分 比如說 也許是調降為四分之一 或三分之一 不一定要到二分之一 這麼高的一個 那一個比例要多少 這個我沒有意見 對但是您認為 其實是應該適度的調降 因為確實啦 單一如果沒有綁 跟大選 沒有跟總統 或者是整個全國性的這種大選 或者是區域性的大選 綁在一起 單一的一次的罷免的投票 這個難度是很高的啦 我們現在規定好像 這罷免還不可以綁在一起 現在的法是這樣子 對所以我才說 如果以縣沒有修的話 這塊的難度是非常的高的 對很高 所以我就說 這塊主委也支持 其實應該適度的調降 就是把那個調降 那為什麼我會覺得說 可能還是需要某個門檻的主要原因在說 因為你一半的這個東西 就是一個社會資源的使用 所以我覺得是一定要 要一定要 好 謝謝 就能達到他的作用 我想這個部分 我想 我也是認為應該要適度的調降 這樣才有可能讓罷免能夠有那個 不然的話罷免這個難度是太高了 對於選上了之後的 不管是彌帶寶或各相關的 你等於是失去了一個很好的人民 如果用他不適任職 你只能等他任期結束 我覺得這個不合理 人民其實應該是要擁有罷免權的 好 那再來 我還是想要談一下那個宣傳的部分 剛剛聽到主委其實有提到 其實你是支持的 宣傳部分其實應該要刪除掉了 那我想要請教一下那個主委 好像前幾天而已 那個這個戈欄委的團隊有收到了 一個這個台北市選委會的 一個開發的一個發單 你對這事情的看法 我是今天才知道 但是我想那個表達一點意見就是說 因為這個決定是由台北市選委會做的 你認為適當嗎 跟現在的氛圍當然不是很合啦 但是我想台北市選委會做這樣的一個決定 為什麼要經過了一年多 在選罷法修法前夕的時候 開出這樣的一個發單 那個我想純粹是湊巧 因為他們在我的了解是 台北市委員會對這個問題 討論過非常多次 所以你對他的那個內容部分 你認為不適當 哪一個內容 他的開發內容 這個學者的演講 市長路過 視為是宣傳 我還沒看到那個內容 但是我想 我現在問您 就是我現在看到這個內容部分是 黃國昌委員在現場 等人到場演講 另安排了台北市長路過 炒熱宣傳罷免晚會 獲得十足宣傳效果 他認為這個部分是違反選罷法 公職人選罷法86條的規定 你認為這個部分這樣適合嗎 我想這個我現在尊重那個 台北市選委會的決定 你認為適合嗎 我問您的看法 如果以現在我們對那個選罷法裡面 就做選舉的宣傳來講 他當然是不符的 跟現在大家的看法都不符 所有的委員跟 跟中選會跟內政部看法都一致的 其實這個部分 而台北市政府選委 這時候還發出了這樣的一個罰單 顯然是跟社會 民意是嚴重脫節的 我想聽委員報告 就是台北市選委會 他現在秀著 依據現有的法是這個樣子 那有一定要現在這個時候嗎 他難道不能稍微等一下 讓最新的民意去修法完成 再來評估這個要不要開出來 報告委員 關於這一點我想我們中選會 媒體喜好跟這個部分也可以 那是如果照台北市選委會的看法的話 那媒體也可以開法囉 這我不太清楚 因為報道 去了經過或者是 去了經過這個晚會的部分 那是媒體報導的 這個怎麼能怪是那個呢 那如果照這個角度的話 那是不是柯文哲柯市長路過也應該開法 這個部分我不太清楚 因為柯文哲市長那個案子 我的意思是說 台北市選委會這個邏輯 如果能通的話 那看來要開法的對象是相當多 不應該只有各欄委這個 他們有討論 因為實際上他們討論的案子相當多 所以我認為這個非常不適合 在這個時間點 特別是在修法前夕 而且大家已經有高度的共識 包括選委 我認為這個非常的不恰當 這樣的 台北市選委這時候 開出這樣的法案 非常的不恰當 我想請問一下 中選會 對於台北市這個部分 能不能有相關的撤銷 裁罰的一個決定 我們再把它提到 這個委員會上去討論 這個可不可以 主委你的看法 委員會說可以就可以 您認為呢 就您的看法 你認為是不是應該要撤銷 我一向認為就是說 那個選法法上那個86條這個部分 其實是跟 就是不合時宜 是不應該去執行 所以是不是 但是 主委能不能提案 在中選會裡面 把這個 台北市選委會這個案子 給撤銷掉 台北市選委會這個案子 就裁罰的案子 它自然會進到委員會來 那是不是 能夠依你第六條的規定 你的 這個來把它撤銷掉 可以嗎 主委 委員會決定可以就可以 那主委是支持 我個人是覺得說這個案子 應該是可以不罰 但是我不曉得這個委員會的決議會是什麼 好吧 那請主委這個部分 好不好 應該我覺得 坦白講我是要譴責 台北市選委會 我覺得這個時間點 開出這一張是非常的不加大 我想像委員報告的時間點 我想純粹是巧合 因為他們其實打了滿久的 我認為即使是開出來時間點 行政程序上面 行政效率上面 應該也都前陣子做決定的 他應該也知道這件事情其實在 新的國會 大家已經有高度的共識的氛圍之下的時候 我認為 台北市選委會應該 把這事情稍微暫緩 讓整個新的民意做出 決定之後再來處理 更何況這件事情是有 我認為是有高度共識的 不管是立委的提案 內政部的看法 中選委的看法 都是有高度共識 我認為台北市選委會 這時候提出來是非常不恰當的 主委同意嗎 我們會拿拿出考量 好不好 請主委也在跟台北市那邊溝通 是 好謝謝 謝謝主委 謝謝 好繼續我們請黃國昌委員 謝謝主席喔 有請劉主委 好請劉主委 王委好 是 主委您好 是 之前您是政大學院的老師 是 我也在那邊到過諮詢委員 所以我應該稱呼您一聲劉老師 謝謝 對劉老師在 政治學界 您的同學